《世界六大之旅 第三站 伦敦》 《世界六大之旅 第三站 伦敦》 出發了 我之前沒有去過伦敦 所以我對英國的全部的認識 這個大概就是《處理堂皇》的優式劇 《雲敦眼》 這就是你的運動號碼 我告訴你哪裡開始 哪裡完結 哪裡完結 好運 謝謝 過了明天這三站我就完成了 這就是《世界六大玩賽翔》 我找過我的朋友啊 《世界六大學》 不算是一枚年紀以來 我已在半年中 我已經在大約15年 我已經在大約十七年 我已經在大約十二年 我曾經在十十年 我已經在大約十年 針 Sonic 我已在大約十二年 我們在大約十年 真的很成功 那種在大約十二年 金剛才生年度 發生的 農新天,很像 絕對 精神 我也要十分 感覺 再喝啤酒 再喝多啤酒 这些乐手他们变成了音乐的圣地 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 让你说我傻 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 说说心里话 我会一直拥抱着你 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 《青行》里面碰到了一个法国的吉他手 我们没有任何的彩排 也没有任何的磨合 非常的完美 这个街道以及这个城市的 所有的这些优秀的乐迷 以及这些优秀的乐手音乐人 他们真的让我非常的向往这个城市 我生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已经改变了 从以前的地方 这个地方仍然是一样的 每次我来到Brick Lane 我一定会有一些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跑马拉松了吗 我就可以很放肆地吃 所有你不敢吃的食物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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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真的自己来到伦敦 可能我真的永远都不会理解 所谓的英伦风到底是什么 可是我到了伦敦之后 我发现说 音乐的风格 其实它是渗透在整个城市 人们的生活的 无论是从他们的人文 城市景观 生活美学 搅拌在一起 最终用最显性的音乐的方式 表达给了我们 在伦敦慢跑 我觉得仿佛乘坐了一台时光穿梭机 它行驶在一座非常古老的 具有深厚文化的文明古国 转瞬就直接到了一个非常现代 集合所有最时尚的 最前沿文化的这样一个都市 可能前一秒 我还慢跑在莎士比亚的剧场门前 下一秒就来到了伦敦眼的下面 所以作为一个跑者 能够在伦敦的街头慢跑上一个小时 基本上完成了历史回顾 伦敦的天气其实不太好 我来的这些天 领略一二吧 常常是阴天的 然后可能随时你走着走的路 就掉下几个雨点 有一点点的压抑 曾经看到一句话 有跑步的日子都是好日子 其实无论你现在出于什么样的气候 或者是环境下 我认为只要你能够穿上跑鞋 跑出去 那么今天就是一个好日子 3 5 4 3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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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 我们之前心里有一点压力 他跟波士顿就只相隔一周 在跑波士顿的时候 太过于兴奋了 在关门时间结束的时候 我并没有到终点 所以在伦敦的时候 我其实是有点压力 就是说你今天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要再跑出去玩了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全世界的跑者 都要来这里跑 真的从你第一公里出发 全程都有人在为你喝彩 很激动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下 去奔跑的 所以跑得很欢乐 非常疲倦 很瘦 人们在召喚尔威 这是一个美丽的日子 感觉很感激 但是感觉很愿意 号召大家来运动 做一件让你自己的身体 也变好的事情 同时你也拿出一点点钱 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非常地伟大 我觉得 顺利绿大宝辣苏 第三站团队顺利分散 耶 我觉得伦敦真的是艺术家们的天堂 我真的希望说 在我还能保持一颗向上学习的 年轻的心 能够多来一些英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